省道台11線4號凌晨發生了嚴重車禍 33歲王姓男子開車從花蓮要回台東 經過長濱白桑鞍路段的時候 轉彎失控制造路邊耗製 車輛側翻卡鉤 王姓男子和他的妻子受困其中 緊銷拆除了車頂才把兩個人救出來 生育之後沒有生命危險 白色小轎車幾乎垂直卡在邊鉤 車體嚴重扭曲變形 受困在車內的王姓男子 神情痛苦難耐 警商人員將車頂移除 把男子連同副駕駛座的妻子順利救出 兩人身體多處外傷 送醫治療後無生命危險 清晨40 30分許 於台11線94.8公里處 發生自小特車 致狀交通事故 據了解33歲的王姓男子 4號凌晨開車載著妻子 一路從花蓮返回台東 就在行進台11線白桑鞍路段時 不慎轉彎失控使出了道路 先是撞擊路邊標誌桿 再偏向搏砍 索性僅受到輕傷 初步調查沒有酒駕情況 王南京抽血檢測 補酒駕情勢 造勢原因 本分局課證調查釐清當中 警方也呼籲台11線道路綿長 長途駕駛容易疲倦分心 路途中可適時停車休息 或交換駕駛再上路 避免連續駕駛超過8小時 據社長會場邊相報道 好 好